10月21号 因采取恐吓 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 无一信用卡被警方突击调查 这家港股上市公司逐步被推向大众事业 据天眼查信息 无一信用卡的运营主体 为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2年5月 法定代表人为孙海涛 于2018年7月13号在港交所上市 目前 无一信用卡旗下拥有无一信用卡管家等多款APP 拥有超过1亿激活用户 2012年至2015年 无一信用卡的业务还较为单一 主要提供代开信用卡和信用卡管理服务 每年净利润皆为附属 2015年 凭借多年用户积累 无一信用卡开展信贷撮合业务 通过旗下无一人品贷平台吸引客源 为信用卡推荐 贷款推荐等收费业务 引流以赚取服务费 截至2019年上半年 信贷业务已占据其收入半壁江山 业务收益来自四个方面 巨大财富背后也有争议 大量涉嫌软暴力催债的投诉 将其拖入舆轮风波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 无一信用卡曾被多人投诉 旗下的无一人品贷在据投诉上的投诉量超过4000条 投诉内容包括收取高额利息 言语辱骂 通讯录轰炸等 无一信用卡因此被多次点名 3月 无一信用卡旗下的给米花被央视315晚会曝光 存在给714高炮导流的行为 据知情人士介绍 714高炮指期限为7天或14天的高利息网络贷款 其包含高额的砍头息及余期费用 利息方面年化利率基本上都超过了15% 另外在7月份 无一人品贷因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 被工信部点名批评 对于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 无一信用卡方面22号下午向新京报记者透露 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 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据杭州警方通报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探中 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